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哲学方面的话题 这也是一个哲学的一个非常初级的基本的话题 就是什么是哲学 因为昨天聊了有关同志婚姻的内容 那么当中涉及到了很多哲学的思考 那么今天我就想在这个视频里面 去进一步谈一下哲学到底是什么 以及哲学所涉及到的一些方面是什么 那么在谈论这个哲学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我想有一个话题应该需要知道清楚 就是在聊哲学是什么之前 我们得先要知道哲学不是什么 首先第一点是哲学不是科学 原因在于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经验科学 那么这就意味着科学所研究的是自然现象 或者说是社会现象 它只要是基于我们的经验的 它就是属于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的范畴之内 所以科学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于它研究的任何对象 都是在时间之内 都是在空间之内 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一切事物的表象 仅仅是研究的现象界 那么科学的特点在于它要用理性 它要用论据 它有论证 同时它要基于经验 那么哲学和科学的不同点是在于 哲学它不一定需要基于一个完全的经验 它可以研究经验之外的东西 属于现象界之外的东西 就比方说什么是自由意志 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公正 什么是正当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现象之外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拿一把尺去量一量 什么是自由 然后拿一杆秤去秤一秤 什么是公正 或者说你制造一个什么设备仪器 像去显微镜一样 看那个最小生物一样 去用显微镜或者是去用什么科学的精力 去测量一下什么是平等 你不知道平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用科学的仪器设备数学等等 这种东西去证明去平等 所以说哲学它是研究 它可以研究现象之外的东西 并且哲学也需要理性 也需要经验 它和这方面和经验科学有类似之处 所以说它和经验科学当中有层叠的地方 也和经验科学当中有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哲学还会研究一些 科学之外的有关知识方面的东西 那这一点我会在接下来的 就是下半部分来说 第二哲学不是宗教 那么它和宗教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宗教它是有一个 宗教的就是文本 就像圣经啊或者就像古兰经啊 佛经啊它有个宗教的文本 第二是宗教有它的相关信仰 就比方说你信仰某一个神 信仰上帝信仰佛祖也好 还是信仰阿拉也好 哲学这些东西都没有 但是哲学也有和宗教重叠的部分 比方说哲学同样要研究 最高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神的本质是什么 以及对于这样一种最高神的这种信仰 它和我们理性的内在关系是什么 拥有这种内在关系之后 那么对我们人来说 对我们的社会来说 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它和人性的这种本质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如何就是解释这种信仰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的作用 也就是说哲学探讨的是一些科学之外的东西 当它探讨科学之外的东西 它就涉及到探讨信仰 这并不是说哲学学了之后 你要信仰什么 信仰这个信仰那个 不需要 它仅仅是说 当你要谈经验之外的东西的时候 涉及到有关人的信仰的时候 那么它会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之上 以及这样的一种信仰 以及对人类的这样一种经验之外的东西 到底对人类社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哲学就有这方面的研究 这是哲学所探讨信仰的地方 所以说哲学和宗教有它交集的地方 也有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 接下来哲学不是艺术 艺术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比方说达芬奇的话 就比方说如果中国的有一个做棚井的一个大师 他做了一份棚井非常优美 或者他弄了一个园林 这园林里面他裁剪得非常优美 他就仿佛是一个艺术 又包括那个莎士比亚的就是剧本 它也是一种艺术 还有小说 它也是属于艺术范术之类的 那么哲学不是艺术 但是哲学也有和艺术相关的地方 就比方说前面我举个例子 就是达芬奇的话 还有就是中国的那个会制作园林的人 或者会制作盘景的人 他们制作一个盘景制作一个园林 不管是达芬奇的话也好 还是制作园林的那个人所制作 他艺术品也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两样东西背后 作为艺术品来讲 他们背后有一个什么共同的原则 他们是完全不相同两样东西 那么他们有一个什么共同的原则呢 那这个原则就是哲学要去研究的东西 所以说哲学和艺术相关 但是哲学又不是艺术 它研究的是 所有艺术背后的一个共同原则 那么接下来就是哲学不是政治 如果你是学政治学 就应该很了解 有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 如果你参与政治 成为一个议员 成为一个政治家的话 你就有很多政治立场 你的目的不是追求真理 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你的政治立场 体现你的选民的意愿 但是哲学不是 哲学它是各种政治立场的 它是要高于各种政治立场 我举个例子来说 政治立场当中有保守派 有左派 甚至还有比方说是有些人是支持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去支持马克思主义 或者说是有些人是支持那种 欧洲的那种古典式的保守主义等等 这些都是相关的政治立场 但是哲学它所研究的是一个 有关可以有关政治方面的一个普遍真理 它要远远高于一些政治立场 所以说我们发 就是我们发现 从康德哲学里面 它既可以引出保守派的力量 也可以引出左派的力量 它可以引出很多派别的力量 但是作为一个康德哲学本身来讲的话 它是所有这些政治立场之上的一个东西 可以从它作为一个源头 作为一个理论基础 引出很多政治立场 所以哲学和政治相关 但是它不是政治立场 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要接下去说一下 哲学是什么 就是说前面我们说的哲学不是什么 那么这下我们就来说一下哲学是什么 既然要说哲学是什么的话 就要说到哲学包含哪四个大板块 就是所有的哲学相关的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归结到这四个大板块当中 首先哲学是 就是哲学当初第一个板块 是认识认 就是什么叫认识认呢 就是说它研究的是 知识的原则是什么 知识的界限是什么 以及我们能够知道些什么 就是说比方说物理学 数学 还有那个化学 还有包括心理学 社会学 还有包括比方说你说的这种 其他的一些学科也好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学科 所有这些学科 他们共同遵守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这就是哲学的范围 当你去分学科的时候 它就已经超出了 它就已经不是哲学了 哲学是指 哲学认识认识是指所有学科 它所共同遵守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还有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一个事物 之前有人就说认识一个事物 比方说你要设计一个概念 科学上有一个假设的概念 或者说是通过这个概念去认识一个事物 你通过一个概念去认识事物 这是科学的范畴 那哲学所要研究的是 人为什么要通过概念去认识一个事物 还有所有的人的这些概念当中 有什么特点没有 完全不相同的 各个学科的 各个社会上的 还有各个经验当中的普通概念 所有这些概念 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特点 那这些特点到底是人具备的 还是所有的生物都会具备的 就是比方说比人更高的一种高智能生物 他们也会具备这样的概念 以及这样的一种概念形成 它是和人的本身的结构 是不是有关系 人是不是通过一种 本身的内在结构去认识事物 所以所认识的事物 仅仅是我们人 才通过这种方式去认识事物 其他的生物 未必通过这种方式去认识事物 他们所形成的科学概念 他们所形成的这种科学理论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即便是认识同一个自然界 同一个事物 同一个自然规律 但是他们所认识出来的这种自然规律 所认识出来的原理 可能跟我们人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所形成的概念的特征 概念的特点 所形成的这种概念 这种方式和我们人不一样 那么人是通过什么样的这种方式 什么样的概念 什么样的概念特征 去认识事物的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就比方说 我们人去探索自然科学的时候 会先从一个结果去找到原因 然后再去找原因的原因 通过不断的找原因去找到自然规律 那么为什么人需要通过因果关系 去寻找自然规律 这个因果关系是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的 还是说这是人认识自然界的一种方式 如果这是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的 那为什么自然界会有因果关系呢 如果这是人认识自然界的一种方式 那为什么人要通过因果关系 去认识自然界呢 这就是哲学范畴 那么更深一步再举个例子 就是如果人是通过因果关系 去认识自然界的 那么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 就是说原因就其本身是什么 结果就其本身是什么 你撇开任何的学科 可我们单单探讨这个抽象的这个原因 它本身是什么 这个抽象的结果它本身是什么 它是不是我们人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 如果它是的话 那么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式 它在我们人的内在认知结构里面 它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就是哲学 我以前和一个人探讨 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学生 然后我就问他 科学是怎么形成的 人为什么能够形成科学 他就说人有智慧 人有头脑 人有理性 然后于是人就形成了科学 因为人会学习 会探索 会研究 那我就问他 那为什么人会形成这样的科学 而不是那样的科学 为什么这个科学原理 对人来说是这个样子的 它当中所包含的一个原则 必须要是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学习 意思就是说 自然界当中 有因果关系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果 必然有它的因 自然界当中有很多的物质 为什么人必须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量的方式 通过从结果找原因的方式 以及为什么要通过找自然界规律的方式去认识自然界 这就是哲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还有那个知识的边界是什么 它也属于认识人 就像我前面说的 科学仅仅是现象界的东西 那么这是哲学的第一大板块 第二个板块就是本体认 本体认研究的是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什么是存在 就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有一个杯子放在你的面前 那么你就会看到它 这是一个杯子 那问题是在于 杯子的它本身是作为这什么样的存在 说的更清楚一点就是在于 如果你看到一个红色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看到一个红色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红色 但是如果一个色盲看到一个红色 它就可能认不出来这个红色 它看到是其他颜色 那换句话说 如果有一个视觉结构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来看这个红色 它可能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种颜色 它的整个视觉结构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说颜色仅仅是人的一种主观的 一种对色彩的判断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个红色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说不同的眼睛构造结构 它可以看到这个红色是不同的颜色 那么在这个红色的不同颜色的背后 它所共同的一个本质是什么 它不以我们因为眼睛结构的不同 所看到的颜色不同 仅仅是在于这个颜色背后 那个根本本质的那个颜色是什么 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以及这种存在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哲学团研究的问题 就像我前面说那个杯子 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只杯子 但是一个生理结构 视觉结构 触觉结构和听觉结构 各种结构都根本不一样的 当它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 可能你看到这杯子是圆了 它看到的就可能是方的 或者说是另外一种 人它看到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形状 那么在这个形状背后 或者说是在这样一种 红色杯子的这个形状的颜色的背后 这个杯子的本质的是什么 即使你用世界上所发明的最精密的仪器 去观察这个杯子 你观察到的还是现象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比人更高的 这种智慧的这种外星生物 它们所看到的东西 可能要比我们人类的感官 所看到的东西要精密的多 甚至结构要复杂多 但是它们看到的也依然是现象 所以说科学的精密仪器再精密 再怎么了不起 再怎么伟大的科学发明的这个精密仪器 你去看这个杯子的时候 你只是看到这个科学仪器 所能达到的这个最精密的程度 所体现出来一种现象 但它背后到底还是个什么东西 你还是不知道 那这就是哲学范畴 第三大领域 哲学要研究的是伦理学 什么是伦理学 就是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你凭什么认为这样事情是对的 你凭什么认为这样事情是错的 正当的概念是什么 是不是人跟人之间 大家都公平的 比方说从分配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有十块钱 是不是每人分五块钱就是公平的 或者说如果有十块钱 是不是谁的贡献做的多 那么把这个十块钱多分点给谁 谁的贡献少 这个钱就少分点给谁 这就是公平的 那是不是说还有一种分法 就是说是不是谁付出的努力多 谁就应该得到了更多 才是公平的 所有这一切到底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是不是隐含着一个最高的原理 为什么我们必须得探索一个伦理学上的正当的最高原理呢 就是当不同的正当标准就像我前面取得各种正当标准 当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抉择 他必然需要有一条最高的正当原理去抉择 这就是为什么伦理学必须得追求那个最高的原理 最后那个就是逻辑学 哲学当中所涉及到逻辑学 它不是树立逻辑 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应用性的逻辑 它仅仅是形式逻辑 它仅仅探索思维的形式 思维的 就是对它仅仅探索一种思维形式 它不涉及任何的对象 仅仅作为一种形式的这样一种逻辑学 就是这种形式逻辑 它就是属于哲学范畴 当然了康德之后有鲜艳逻辑 但不管怎么样的话 作为一种逻辑学本身 它就是哲学 那么今天我就说了有关 哲学不是什么的四个方面 以及它和这四个方面的相关性 同时我也说了哲学是什么的四个方面 并且也说了这四个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对哲学 有个大致的概念上的了解 那么这个视频我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